除了柯文哲受到高度关注 另外还有同案被直指行贿的 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日前也被收押了 但他昨天因为身体不适 由专车接护就医 晚上律师也前来地院地状 申请停止积压 沈庆金的身体状况 疑似越来越不好 这也是他收押以来 九天内第二度被紧急送医 法官是否会受理 律师则表示会尊重一切的决定